Hello,大家好,我是雅力 又到了我们的亲子讨论时间了 如果大家觉得雅力的亲子话题 或是陪图经验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还请大家点赞、订阅和关注哦 谢谢 那么我们前两期呢 聊了孩子的成长特点和建立亲子关系的基础 第三期呢 我想和大家来聊聊积极的亲子沟通 亲子沟通对于学龄前儿童的成长和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 那作为照顾两个宝宝的陪图妈妈呢 我需要通过这些积极的沟通 来建立我们牢不可摧的一个亲子关系 从而培养孩子的积极心态和自信 那在本期内容中呢 我将探讨这些方面的一些策略 并且呢 分享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一部分呢 我们来谈谈就是倾听 倾听是积极的亲子沟通的关键所在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安全开放的一个交流环境 那确保孩子呢 他知道他可以随时的来找你 分享他的一些想法和感受 那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就是鼓励孩子去分享一些感受和问题 那保持一个开放的身体语言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很多欧美家庭的父母一样 利用你的面部表情 然后呢 面对孩子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微笑 然后表达我们的善意 然后我们还要用眼神啊 和孩子进行一个交流 其次我们要学会主动倾听 那做到这一点呢 你可以给予孩子一些专注的一些注意 就是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分心 很多家长他听着孩子说话的同时呢 他可能还在看电视 或者呢还在处理手上的工作 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我建议你们还是应该告诉孩子 就是我们的谈话可能要稍等一下 但是呢 你要给他这样一个等待的期限 就是不要让他一直等着 你不要只是单纯的想要找一个借口去支开他 那么我们要主动的用开放性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今天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 那学校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就诸如此类的来引导你们的对话 那在特定的时间段 比如说清晨放学后 又或者是在睡前 就多鼓励孩子谈了一些他们的日常经历 不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微小 那孩子也许会在清晨起床的时候 和你分享他们昨晚的一些梦境 放学之后呢 他会跟你分享学习遇到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和朋友相处 又碰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那睡前呢 他也许想跟你聊一聊 他对未来美好的期望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两个小崽子 经常会跟我聊的话题 是我们保持亲密的一些必要条件 也是我能引导他们的绝佳机会 我一定是不会放过的 然后呢 当孩子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呢 一定要尊重并且很认真的对待 我们要避免简单和无效的评价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说 别担心 不要紧 而是在说完这些之后 你还要表达一些同情和理解 比如说 我明白你为什么这一次这么难过 我能感受到你现在有多么的快乐 鼓励他们去表达当下的一些情感 不管是喜悦或者是愤怒 那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聊一聊 表达感情的方式 帮助孩子识别和表达他们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宝宝很小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图片或者一些绘画的方式 来帮助孩子认识和表达情感 我们需要教导他们一些情感方面的词汇 以便他们能够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感受 在我们刚刚到青麦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最先教他们的英语单词 除了尿尿和拉臭臭等这些比较简单的生理需求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还要教他们的就一定是难过恐惧以及快乐 这样有助于孩子在学校的情绪 能够及时地让老师知道的一些简单的词汇 学龄前的儿童基本是不会写字的 所以呢 我们鼓励他们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他们的情感 你也可以从他的日常绘画中能够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说我的女儿很喜欢在他的画中展现出太阳的笑脸 花的一些笑脸 也的确所有的人都说妹妹整天就是有一个灿烂的微笑挂在脸上 那咱们作为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榜样之一 我们可以通过以身作则来教导孩子如何表达他的情感 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呢 也要展示积极的情感表达方式 那我们可以如何冷静地来处理这些问题 而不是就是行于表面的 而不是行于表面的愤怒或者是沮丧 更不能殃及无辜 那我知道有的大人他会把身边的人当作出气筒 那么我们要表现出对他人感情的尊重 比如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在解决的时候呢不要自顾自的喋喋不休只管自己 也要学会倾听对方的一些观点 那说到冲突呢 我第三部分就要跟大家聊聊解决冲突的一些方法 学会解决问题是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技能 那帮助孩子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们分析问题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找到问题 并找到解决方案的步骤 比如说呢我们来识别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预想可能会发生的结果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跟你一起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依赖你的指导 比如说搭积木 这种简单的小问题 在学校里遇到被小朋友欺负了 然后遇到有需求但不会表达的时候 你又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询问他想到的一些解决办法 然后培养出他们的一个决策能力 引导他们在小事上做一些决断 我们当父母的在亲子关系当中呢 都经常会和孩子在想法上来发生冲突 我们要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 每天几乎都会发生 那大家要淡定一些 不要太着急上火 要尊重孩子的观点 听取他们的意见 当然不是让你憋着 憋出内伤 我们很多家长不是经常被孩子气出内伤吗 我们的确是要表达自己的感受的 但是你可以说 孩子我现在感到不高兴 我可能是因为某某方面 千万不要一开口就是无尽的责备或者是职责 否则呢 孩子以后肯定是不会向你敞开心扉的 有冲突发生呢 我们就寻找共同解决的方案 并且呢 同样的需要意见统一 而不是利用父母的强权来压制一切 当然原则性的问题呢 是需要有明确的界限的 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最后一部分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 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如何平衡教育和娱乐 那么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呢 我们可以在家里制定一些有规律的学习和娱乐的时间表 这样呢 孩子就能知道 他在每个方面都得到了父母足够的关注 我不只是要学 我还可以玩 其次呢 我可以将教育和娱乐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有趣的游戏或者是活动 来教授他们知识 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挑选一些可以练习听 可以练习听力的或者是学习行为习惯的一些动画给他们看呢 或者是我们买一些意志类的玩具 比如说要报兴趣班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孩子喜欢的 而不是我们喜欢的一些兴趣班呢 一些家长呢 可能还面临孩子挑食的问题 这种情况 咱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饮食计划 比如说带他们去买菜 让他们去参与食物的选择 偶尔能提供多样化 形态特异的一些食物 以尝让 这样呢 可以让他们尝试新的食物 让他们经常去尝试一些新鲜的食物 这期间呢 一定要避免强制性的要求他们进食 这样呢 只会适得其反 那积极的亲子沟通方式 对于学林前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倾听 表达感情和解决冲突呢 我们可以建立更强大的亲子关系 培养孩子的积极心态和自信 在面对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采用上述的一些策略呢 我觉得可以帮助解决 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 从而呢 创造一个更加健康 更加幸福的家庭环境 那希望这些建议呢 能够对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所帮助 让你们与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 能够更加的紧密和温馨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